我是八卦掌 一代中士八卦掌团 不是他打 张吉的八卦掌 不是他记得 袁和平称周小飞是八卦掌门人 真子丹杨子琼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周小飞这个名字也许没有杨子琼更耳熟能详 却是娱乐圈中打架最牛的女人 连很多武打男星都不是他的对手 此前周小飞在某次大佬聚会中 很多明星都瞧不起 甚至不知道他这号人物 袁和平看不过去便郑重告知大家 如今世上打得最好的八卦掌只有他了 可想而知能让袁和平说出这番话的周小飞 实力非比寻常 当时此番言论就得到了外界热议 后来周小飞便被邀请参与了叶问寺拍摄 虽然在电影中他最终没有打败外国佬 但可以看出周小飞展现八卦掌真正的实力 仅仅一只手就可以打爆这名外国壮汉 从他的出招方式就可以看出功底雄厚 真子丹曾评价他出招快准狠 武打风格极具个人特色 出掌力是普通人的十倍 正常成年男子被他一掌击中 甚至会被打飞吐血 所以电影里绝对不是特效 而且周小飞五岁就练就了铁砂掌 连拍砖头推城墙都不在话下 就更别说打人肉了 一掌下去能把人打残都不无可能 周小飞不仅八卦掌无敌 就连剑枪拳都不在话下 还是国家五英级运动员 当年还没出名的他 都是许多大派一线演员的提身 就连功夫之黄礼连杰 都专门来向他请教过八卦掌的打法 所以区区只会格斗的老外 根本不在话下 就连真子丹后来接受采访都说 周小飞是如今唯一真正的武打女星了 毕竟其余的武打女星大多数都是演技派 真正的实力并非那么牛 比如被传神的杨子琼 其实杨子琼并不是科班出生 在23岁之前 还是个主修芭蕾舞的富家小姐 只不过面容交好被成龙发掘 从而半路做起了明星 经过包装直接变成了如今的功夫女皇 但是周小飞却是出身武术世家 五岁就开始习武 这样一对比 就能看出两人的武术功底差距甚大 杨子琼大多数的武打动作都是经过指导 精心研究设计所以上阵时加上特效提升 所以打出来顺畅画面流畅优美 而周小飞几乎都是一遍过 从来都是亲自上阵 而且真全实角对打毕竟是女儿身 碰到实力超强的对手所以会略显吃力 而且总是演边缘角色大多数已受伤死亡结尾 所以很难让观众有印象 相比杨子琼运气都非常好 出演的都是大女主角色 所以娱乐圈中虽说周小飞在武打女星中 与李连杰都起名 但是地位却还是比不过杨子琼 难怪袁和平会为此力推周小飞 这次在夜问中展露头角也深受观众喜爱 希望周小飞未来能够打出更精彩的功夫片 对此你怎么看